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來稍微的 剖析一下夢境 而且說明一點 叫做來解夢 好不好 這個夢跟身體健康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我們先來請教各位 這個其實夢的多寡 也是我們在衡量夢的一環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夢 可能做得還滿多的 一個晚上做過比較多的夢 那個感覺夢境是什麼呢 應該是最近的夢 也可以分享嘛 可以啊 就是兩三個月夢 可以啊 最近兩三個月夢 我一直不斷夢到 我自己懷孕生小孩 恭喜啊 沒有 可是我聽說了 就不是 就是你夢到生小孩 並不是真的會懷孕 真的嗎 對 可是我跟你講 這有時候看是誰夢到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節目 就是有專業的老師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閒聊的時候 我就跟阿湯哥聊到啊 跟阿湯哥聊到的時候 我也不是我 我就跟 我就問他說 我最近就是夢到生小孩啊 因為有一集 剛好我們要講解夢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注意子宮的那個疾病 是喔 我就剛好那時候就在生病啊 對啊 這聽起來印象好像滿準的喔 好像阿湯哥超越我很多 我要加強一下囉 可是他的房子床位喔 我們說床的風水有關係 我們沒有問你風水喔 沒有 現在聊天晚上 你現在來分享喔 好來 George 做什麼夢 我的夢很 因為我從小 我很小就長記性 很奇怪 所以我記夢記得特別清楚 那我長記性 從什麼時候開始長記性 你知道嗎 你會記得有人 你過了一個橋 有人拿一杯湯給你 他的 那一杯我有喝掉 所以我應該就記不到 我的那個是停留在一個嬰兒床 我看出去旁邊是白色欄杆 上面有那個電風扇在轉 然後有冷氣機開的那個 老式冷氣機 那個那個 那個聲音很大聲那種 然後家裡有人打牌的時候 我就會聞到煙味 然後那個親戚朋友們 來這樣抱我 我都記得很清楚 誰在抱我 真的假的 我是超小就長記性的 所以我的夢 我記得非常清楚 到現在我都還是會夢到 一個持續的 然後就是我的 那個腦海中有一塊 兩塊磁鐵 正方形的磁鐵 然後它們是 我只要在我夢裡面 碰到什麼危險的時候 或者說我想要離開這個城市 想要放鬆的時候 我自己讓那兩塊方塊的 重力轉換一轉換 我人就可以飄起來 然後就可以飄很遠 然後離開城 然後我最後的那個視角 就是從這整個台北市 然後往下看 然後很開闊 然後我可以隨著風 飄去很多地方 詹老師 聽說你在登玉山之前也做夢 登玉山之前壓力很大 那前一個半月都一直盡量運動 然後騎腳踏車 很恐慌 看那個登玉山的那些片子 然後家裡面環境 他也看過 我們家拍過 環境過世都還算很好的風水 可是呢 在登玉山之前的兩週的時候 我就夢到我的膝蓋 莫名的腫大 受傷 我覺得這沒什麼 怎麼會夢那麼奇怪的怪夢 好像長流的感覺 後來去登玉山之後呢 也攻頂上去了 下來之後我整個膝蓋有沒有 到現在還在做長期的受傷 就腫大了 真的腫大 是不是你在玉山的時候搭帳篷 小鐘在那邊敲你的膝蓋 他想來磅橋棍打 那這等於是一種預知 預警驗的 但是各位歌賓 你們如果說夢有正面 也有反面 也有事實相符合 也有相反的 簡單統計學 你自己藉由你一生的夢 去統計 它是完全符合的 還是相反的 這每個人的體質八字不一樣 重點是 眼睛代表魂 肝臟不好的人 破不好的人 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就比較傷自己身體 這不是我說的喔 醫生在 我不能亂講 古書上有記載 如果有錯的話 你拿古書來有記載 你拿古書來 你拿醫生就對了 沒拿一本 我們要輸了嗎 那我也要輸了 你現在膝蓋在那裡 大門在那裡 一樣啊 沒關係 不要甩雞 沒有... 我本來跟你指一下 大門在那裡 不是 我有點齊心事故 我剛剛... 接著就叫好了 喔 接著就叫好了 我道歉 我道歉 其實APP叫車很快 大家朋友一場 我幫你叫Uber 我不要叫... 我還繼續 還可以聊一天... 還可以聊... 你的夢多嗎 我的夢超多 就是我是屬於那種 怎麼睡都睡不飽的類型 然後我一天可以夢兩三個夢 而且我覺得 我還可以做續集的 那你都記得就對了 每天這樣 我覺得剛剛大家講那麼多 我覺得都很厲害 因為我通常夢完就忘了 而且我想要回憶 我都想不起來 然後可是我近期 最有印象的是 我夢到我家人過世 然後是夢到姐姐 所以我是哭醒的 可是因為很多人都講說這樣 可能老師們會說 是對於那個親人是好事 或是有可能 我壓力太大的各種說法 但是說說出來就不會實現 我就趕快告訴大家 那所以像夢多或夢少的話 到底怎樣比較好 有差別嗎 我想我們正常一般人來說 其實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你覺得夢多 它不見得是真的夢多 夢少不見得真的是夢少 而是我們睡眠有所謂 快速動眼期 它就是在我們做夢的時候 如果你醒來 剛好是在快速動眼期 你就會很清晰記得你的夢 快速動眼期是什麼 REM對不對 REM 它就是我們睡眠五個階段 然後會經過 眼睛快速震動 然後它那時候 就是研究起來 那時候夢境會很鮮明 就是在一些研究上都很確定 就叫起來 那時候它夢境就很清楚 所以就是你醒來的那一當下 如果是在快速動眼期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你夢境比較多 那睡太久是不是就會忘記 睡太久 對 如果你醒來是非快速動眼期 你就會覺得相對你夢比較少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你夢多 不見得夢真的是多 那另外就是說 它代表什麼意義呢 其實有時候 像剛才我們提到幾個 就是你夢到對象 有時候都會 你情感連結比較深的人 那你有時候遇到壓力 或者是身體健康狀況比較不好 那確實也夢會比較多 不過我剛才提到說 因為我們每90分鐘 規律的有15分鐘的快速動眼期 所以一般而言 我們正常的夢 理論上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身體健康的人 夢境會比較多 那它有起碼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 當你有外在壓力 或者是生病 你會造成就是 睡眠品質不佳 所以你 所以當你處在潛睡期 所以潛睡期 就我們睡得比較淺 我們會比較感知 外界的一些刺激 所以你在半夢半醒之間 你相對的 就這種非快速動眼期的夢 相對就比較多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所以夢多的人反而是健康啊 不是不健康 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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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管是好夢壞夢都算 對對對 然後第二個 那當然就很直接的 如果說你身體健康狀況差 你睡眠品質就會跟著差 你就容易半夜醒來 你醒來次數多 你夢的報告 相對就會比較多 所以就醫學上來講 夢比較多 是不是身體狀況比較不好 其實確實是 而且我這裡有一次啊 做夢做到一個也是很可怕 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夢到他們 就是類似像出意外 還是什麼吵架之類的 然後我就醒來 然後醒來 當下夢非常清楚 我還想說我一定要記得 明天要跟這個朋友講 我還想說 我要不要去拿筆跟 紙跟筆打寫下來 可是就想說算了 我就現在把這個夢 重新對我自己說一遍 我明天應該記得 起來之後還是忘了 就會越來越模糊 我們大腦的資訊 會被後續的資訊 掩蓋前面的資訊 所以你如果說 醒來再睡著 後來後面大腦運作 就會掩蓋掉前面的資訊 OK 但是如果多夢的話 它會以中醫的角度 它會有什麼經絡啊 什麼透露健康訊息 這個連結會嗎 其實多夢是屬於 身體狀況的表現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心神不寧的時候 你的夢就會多 那剛剛講這個魂魄 肝腸魂肺腸魄魄 如果你魂飛魄散 那你一樣是多夢 所以其實如果還有一種就是 中醫叫做心肾不交 這個意思就是說 心是火它在上 那它性炎上 因為它是火嘛 那肾是水 水本來就是會往下降 心肾不交就是說 你這個心上的火 應該是來滋養這個肾的水 讓它很溫暖 全身的循環都會好 但它不是 你的心火往上變成 你的頭腦會昏昏沉沉的 這個時候心火上演 你就一直做夢 反而就是肾虛 然後又多夢 所以這個多夢 它表示身體的問題 還包括說你可能 你一躺下來 你都一直打噴嚏 或者是一直流鼻水 你不自覺 睡不好 或是你一直咳嗽 或是你 太多的話 就代表真的是睡不好嗎 做夢的多餘寡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比較 比較 比較刺激的夢 這些比較刺激的夢 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做了比較多的夢 那其實它就跟你的睡眠 安不安穩也有關係 就是如果你睡的 相對是比較安穩 就不會有那麼多 那麼多的干擾 然後 對 所以如果你晚上睡覺 是比較舒服的狀態 是比較沉穩的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 不同的聲光刺激 出現在你的夢當中 所以有時候夢 做得多了一點起來 會腰痠背痛 所以依照你那種 骨科的一種專業來講 它有可能是姿勢不對 對 它可能 你在夢中已經跑了千百回 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 當你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肌肉呈現比較緊張 你睡前肌肉是比較緊張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比較容易 夢到恐懼焦慮的夢 因為它跟你肌肉緊張 心跳加速是類似的 所以你睡前的情境如此 你就會比較容易做負面的夢 而且我真的相信 身體的需求跟做夢真的有關 每一次只要喝醉的隔一天起來 你那時候有什麼需求 之前做的夢 一定都是一直在喝水 對 會喝水 有沒有 你就是夢到 你在夢中一直在喝水 不斷有慾望的呈現在夢境中 那怎麼沒做過這種夢 隨便你喝的酒不夠多 沒有醉 沒有醉 夠醉 那所以睡前如果要品質好的話 可以做一些什麼舒緩的運動嗎 對 我們在睡前 其實運動跟那個睡眠中間的關聯 就是在不同的時間要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你的睡眠品質是好的 你在睡前 就真的是睡前 大概你就要做一些比較安靜 比方說伸展的動作 或者是呼吸技巧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讓你的晚上睡眠好 你白天要做的事情 是在你睡覺前大約四個小時的時候 比方說你十點睡 你大概五點去做三十分鐘 非常激烈的運動 就是那種開合跳 深蹲 什麼都來 弄到爆汗這樣 對 然後那個的目的 是因為你在就是劇烈運動的狀態 你的體位會升高 然後它大概花四個鐘頭 會慢慢下降 然後到了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就會釋出就是退黑激素的慧望 所以你就會比較容易睡 所以它就是有那個時間性 那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加強版 你就是可能在四個小時之前 你就去做很激烈的運動三十分鐘 然後你在睡前的時候 你就做簡單的伸展 所以那可是有很多人說 什麼睡前做一些激烈運動 只能 就是睡前激烈運動 睡前一直有幫助 其實激烈運動跟睡覺 其實要隔一段時間 因為你睡覺如果做太激烈運動 你腎上腺素等等那些 讓你更清醒的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的激烈運動 他是說剛剛那種激烈運動 他的激烈運動是另外的 他那種激烈運動 因為會帶給你愉悅的情緒 所以那是基本上醫療界推薦 就是唯一睡前建議做的激烈運動 可是我覺得你 就是你實際運動的時候 它是壓力荷爾蒙 可是如果說你是在從事刺激性的運動的時候 它釋出的荷爾蒙是愉悅感 比較多像陳醫說 所以那個壓力的荷爾蒙跟愉悅感的荷爾蒙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黃醫師你可以示範動作嗎 比如說 就是像伸展 對 它就是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準備要睡覺 就是睡前做的 所以你就可以坐在床上 或坐在一般的椅子上 然後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讓你的背脊 就是上半身是動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練習一下 它會有個弓起來 跟一個挺起來的動作 弓起來跟挺起來 所以有點像 我們在做瑜伽的貓式的時候 也是像這樣的概念 好 然後我們兩隻手進來 然後我們把身體攻 往前攻 然後我們慢慢起來 拉長 再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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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整個挺起來之後 肚子往內收 然後把手放在你的後腦梢 然後這時候你的身體 是頂起來的 然後手肘往後頂 往後頂 然後把我們的肚子這邊往前壓 腰好痠喔 對 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我們去做八個來回 然後我們再回來 然後我們手再放下來 其實這樣就很舒服 一次就很舒服 一次很舒服 有伸展到 對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整個脊椎 去讓它做 弓跟繁挺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 我睡了 我當作氣效果太快了一點 一次就睡了 我太好睡了 真的太好睡了 好 但是如果多夢 我們醒怪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這麼累 真的耶 對不對 但有沒有辦法說 我們這種狀況 醒怪之後補充一些什麼 讓我們消除一下疲勞 有 其實在多夢之後 因為它的睡眠是整個週期 被突然中斷 你一定沒有辦法得到 很充足的休息 所以這個時候唯一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這時候醒過來 你不要再吃一些 好像提神的東西 或是咖啡茶葉 來讓自己精神更好 這樣是反效果 因為它會影響到你今天晚上 跟下一次的睡眠 所以我們中醫會建議說 如果你因為多夢睡不好 那第一個要先做好 五臟六腑的調理 因為像肝腸魂 心腸神 所以你的五臟 先讓它平衡之後 我們再吃一些鎮靜安神之類的食物 在中藥材裡面 一般都是用什麼龍骨牡蠣 或者是一些柴虎之類的藥材 那食物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可以蔬乾的 比方說像牛奶蜂蜜 或者是一些紅棗龍眼肉 這種比較舒緩的 然後比較安神之類的食材 甚至像是一些酸的 三層這類的食物 也可以幫助我們在多夢之後 身體的恢復反而是比較好的 好 剛剛跟我們聊的是 以多夢的角度來看一下 你在身體的一個狀況連結 那還有一個狀況是 你做的夢的那個感受 還有內容的強度 你知道那個可能跟健康有關 小禎 你有做過什麼印象最深刻的夢 我就夢到蛇 而且是雙頭的 夢到雙頭蛇 然後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很討厭蛇 然後我就有一天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我爸講說 我夢到雙頭蛇這樣 他就說叫我趕快去拜土地公 為什麼 有人這樣傳說 他就說什麼雙頭蛇 這你要問那個 解夢 對 傳統說 代表土地公 不是 通常就是你曾許過院 或你周遭附近的土地公裡面去拜他 他派蛇的使者來呼喚你 該來拜也拜了 有此一說 真的啊 走到去拜的路上看到那條蛇 就把鏟子打死 沒有啦 生俗熬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知道就是 就是宗教不一樣 宗教不一樣 就是你解出來的夢就不一樣 因為我爸也是叫我去拜拜 他就說會有錢什麼的 可是蛇在基督教裡面是撒旦 是魔鬼的化身 所以就是 解夢的角度不一樣 我小時候也夢過蛇啊 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怕蛇 我很小的時候夢到 突然睡午覺 頭頂上突然 一整排的蛇 然後從我爬過去 有圈都沒有 夢到這個蛇 醒來之後 我從此看到蛇我歇斯底里 對 我就怕蛇 怕怎麼成功 知道了 怎麼對你了 準備一打 不要這樣 我們這個節目是一個 優質健康節目 明天的飛機嘛對不對 哪一個蛇出來 說我們要來聊蛇的健康啊 明天的飛機嘛 幹嘛 來 Jorge 如果是吃藥的時候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夢 就是我會夢到 我踩在那個不鏽鋼的鋼片上面 不是刀喔 不是真的刀子 就是它是不鏽鋼的鋼片 一片一片一片 然後是立著的 然後我就踩在那上面 然後覺得很小心 然後踩在腳裡很不舒服 然後覺得那個刀 不是刀 那個鋼片一片一片的 那個 透過腳 還捲腳冰冰的 就是可以感覺到 感受很真實 對 我就好不舒服 每次吃藥的時候都會這樣 感冒藥什麼的 怎麼那麼奇怪啊 我還是跟我醫生聊一下 多加一點 它有重金屬 對 所以跟金屬有關係 你要腳要冰冰的 你不用理它 會不會是只是 不用理主持人 會不會是只是我的腳 吹到冷氣而已 對啊 你要啃指甲 所以發現被子沒蓋到 就對了 不要說來 OK 這樣比較科學 我發現真的有鐵片在 對 好可怕 來 詹老師 我話比較多 我講快一點 好 我就在讀專科的時候 我就摸到很多輪胎 很多輪胎 一直滾 我們騎跑跟輪胎沒有關係 好 謝謝 好 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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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一分鐘就好了 換我嗎 不是 我騎車騎WISPA 輪胎很小 經過南四角的交叉路的時候 一個坑洞 下去沒有注意到 我的輪胎就飛出去了 等我醒來的時候 是那個星星科研的輪胎 就在我的前面 我差一點這個頭被輪胎壓過去 蛤 怎麼可惜 你幹嘛問什麼 後來我有一次在夢境中 我不是很會游泳的人 夢裡面就是驚濤駭浪 一直好像水沖了我全身都是 後來我們去外海 去海釣的時候 垂釣的時候 它池塘兩次掉下去 差點死掉 還好被救回來了 誰 他都是會 他都是會預言的 對啊 我是屬於預言型的 我近期做一個比較深刻的夢 是我夢到男朋友劈腿 然後可是他的劈腿過程 就只是跟我 很夢中 我很清楚 知道這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我也認識 可是呢 是路人 就是一個一般人這樣 一般人 然後可是我 近期對不對 對 最近 最近的男朋友 夢哲 夢哲 夢到這樣不一樣 因為他 夢哲夢哲 就夢哲 夢哲夢哲 不是 還這麼夢到男朋友 劈腿 重點不是男朋友是誰 重點是那個女生我認識 然後我就跑去問那個女生說 你為什麼要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他說沒有為什麼啊 我們就是相愛 結果我一醒來之後 我就喊氣 我就上網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跟這個女生聯絡 是某 我可能大概有七八年前遇過的一個化妝師 很久很久以前認識的 化妝師 待會兒越說越小了 然後我就記得我有他的 我就記得我有他的facebook 然後我就趕快就找他 每次一找 共同朋友 我看看他共同朋友 誰是化妝師 然後很多 然後我找到他之後呢 我就一看他 他已經生小孩了 我現在生小孩了 我現在生小孩了 所以小孩是夢哲是不是 孩子很像夢哲了嗎 已經五六歲的小孩了 小孩子喜歡打曲棍球嗎 沒有啦 而且五六歲一百多公分對不對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大啦 然後反正我夢到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跟那個 孟哲 好煩喔 我自己給自己挖洞窗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他就說我不認識啊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夢到你們在一起耶 他就說 陳醫師有辦法解釋 來賓的這些夢境代表什麼 我想就像佛羅伊德講 其實夢會反映內心欲求的對象 其實我們白天的事情 其實都很時常 就是跑到我們夢境裡面 那害怕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夢境 也許當時正在看孫淑嬌的區域不一定 對啊 就有可能 像救急那個夢 踩在鋼片上有可能是 就是外部的刺激 因為你那時候身體狀況不好 可能血尋比較差啦 所以你可能腳就會比較涼 真的被卡進去 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夢的素材 最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外在的刺激 確實是會啦 那這我要分享一個 就是醫學上的故事 就是毛瑞的斷頭台的夢 毛瑞四十九世紀 法國一個很有很有名的 就是研究夢的一個學者啦 那因為他很堅信說夢 就是直接是外面的刺激 刺激到你的大腦 然後傳遞到夢境 你就變成 變成你的夢 所以他做過很多有趣的實驗 包括叫普倫把他腳綁起來 然後他就會做到 他被搶匪綁手綁腳 然後搶東西的夢 或者是叫普倫幫他滴香水 他就會夢境他到花草園 或者是香料店等等 那最有名的夢就是這個斷頭台之夢 因為那個時期是所謂法國的恐怖時期 他們當時的標誌就是所謂斷頭台 可以斬首 對對對 他夢見他當時就是被判有罪嘛 然後被就是帶到斷頭台要斬首嘛 就當斷頭台卡一下 馬上進行過來 就一醒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床簾剛好 就打到他脖子上 所以就是因為他的解釋是說 他的夢境是在窗簾打到他脖子上 到醒來這個短時間所造成的夢 對耶我是不是聽說做夢 其實你覺得好像很久 可是只是在醒來的前幾分鐘 當然是 有時候我們覺得夢境好像很多 事實上我們往往只記得 睡前那十五分鐘的夢 所以不管你夢到幾年幾月 你其實最後一個快速動影期 就是最後那十五分鐘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 就是白天生活的遺跡 就是說當然就是很多研究 醫生他的夢境長期大部分都在醫院 然後律師都會在法院等等 或者是說記者都會夢見說 我是不是要播報來不及啦 什麼啦 敢通告等等 那基本上這是第二個原因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剛才提到 佛依德他寫過夢的解析 他認為說夢境是會反映 我們潛意識的需求 像我做了噩夢比較多的話 會覺得這是身體比較不健康嗎 一般來講是這樣 其實醫學上也對夢做過 就是正面情緒的夢跟負面情緒的夢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我的夢 都跟負面情緒比較有關啦 比率佔了百分之六十八左右 那正面情緒包括開心啦愉快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是做噩夢比較多 就醫學上研究 所以這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比較多的比例就是這樣 那這個夢的感受跟身體的狀況 有關聯嗎 彭醫師 我這邊有整理一個表給大家看 好 假設你在夢裡面 有一種很生氣的感覺 然後你平常就是又會常常覺得 很容易生氣暴躁 其實要小心你的肝火是很旺的 是這個意思 但如果在夢裡面非常非常的開心啦 就是哇 怎麼重大樂透 小心心悸多夢見旺 對 其實是因為心悸的問題 對 所有丈夫的一些感覺 最後都會聯繫到我們的大腦 因為大腦是我們的主宰 所以他會來判斷這個夢的感覺 像我們講到在夢裡面 一直覺得很煩惱 很憂愁啊 其實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 你有一些腸胃的問題 你可能正在便秘或拉肚子 所以你的脾胃不和 或者是在夢裡一直哭 什麼親人過世 很悲傷 其實我們終於解釋說 因為那個感冒 咳嗽 這一類的症狀導致這種感覺 那常常會覺得很害怕 很驚恐的 其實可能在現實生活中 你會有一些頭暈 目眩啦 一些腎水不足的症狀是有可能的 對 那慾之夢啊 連續夢啊 這些不同的夢代表什麼呢 其實我可以分享幾個 就是在醫學界上就是很確定 有第三者幾乎待無於一役的慾之夢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發表在英國零學會的一個報告 那做這個夢的人是在當時 就是在英國非常有盛名的一個退休法官 他叫洪恩比爵士 他就是在夢見說 在 他這個夢當然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1875年的1月19號當天 就是說他正在準備一個法院的判決書 他就寫寫寫 寫到半夜11點多 然後寫完 他放一個信封裡面 交給仆人 要拿去給某個報社的編輯A先生 結果他正準備入睡的時候 他就忽然發現外面有人敲門的聲音 他本來以為就是仆人要來天炭火 所以他就把門打開 發覺那個編輯A先生到他門口 臉色蒼白 而且非常焦慮的跟他說 就是洪恩比爵士 我可不可以要你的判決書 當然他因為半夜記者跑進來 他覺得很不高興 他就說判決書已經交給我僕人 拿給你了 你回去吧 可是他跟法官說 不好意思 我時間很緊迫 我沒有時間在等了 你可不可以直接口述給我 我寫在我的筆記本上面 然後結果他就把他的判決 簡要的告訴這個記者 然後結果他第二天就醒來的時候 他太太就發覺說 他當時 怎麼做夢的時候一直要跟人家講話 結果他也不當一回事 他就是去法院 然後結果去法院的時候 結果他推示跟他說 他助手跟他說 那個編輯A先生已經在 昨天已經暴斃了 昨天半夜已經暴斃了 對 第二個夢就是發生在 也是英國威爾斯的一個慘案 就是說他是在 也是在1966年 就是他亞伯特小鎮 就發生一個煤礦的崩塌 就是罹難者有140幾個 那其中有128個是當地一個學校的學生 那就是英國的精神科醫師 就是那個巴特 他就是去負責做愛傷輔導跟研究調查 然後他就想說 發生這種重大災難 也許是可能會有一些有預知的現象 那下次我們是不是可以預防 結果他就是透過媒體徵求說 是不是有人有預知報告 結果果然他收到76份報告資料 那其中22份有第三者的佐證 也就是事前這個人已經告訴別人說 我做這個夢 結果後來煤礦真的崩塌了 那其中一份最著名的 就是一個小學生的 告訴他媽媽的夢 就是說他總共他媽媽的報告說 他總共做了兩個夢 那第一個是在事發前的一個禮拜 他跟他媽媽說夢因為他死掉了 結果他媽媽就是覺得說 小孩子怎麼會做這種夢 可是他跟他媽媽說我不怕 因為瓊恩跟彼得都在我旁邊 就是他的同學 可是當然他媽媽不以為意 然後第二個夢就是事發當天 因為他當天不想去上學 他媽媽問說你為什麼不想上學 他就說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夢見學校不見了 被黑壓東西都壓住了 可是他媽媽當然還是以為無稽之談 所以就把這個預知之夢 就是自知不理 就是還是強迫他上學 果不其然就是悲劇就發生了 結果他死掉的時候 剛好那個瓊恩跟彼得 就是在他旁邊 就是一起過去這樣子 所以之後這個巴特醫師 就跟一個科學記者就是費里 他就成立一個所謂的夢境 預知研究室 就是想說是不是有夢境 可以預知未來的發生 只是說結果他們在兩年 就是幾年內就收到幾千份報告 只是說這件事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說他當他在科學的檢驗之下 包括第一個洪恩比法官 因為他的報告也是掀起社會很大的波瀾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叫巴伏的人兄 他很多次他就去調查這件 就是洪恩比爵士講的這個故事 結果他去查到 真的是有這樣一個人 就是有這個記者 他是在英國快報工作 他死亡的時候也是在1月20號 就是1月29的隔天 只是說他在深入的細節 在看之後發覺有很大的出爐 因為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法院也沒有去派人去調查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那個洪恩比爵士 其實是在他死亡之後 好幾個月才結婚的 只是說當然他們英國認為說 以洪恩比爵士這種德高望重 是不需要殺這種謊 那後來醫學界是認為說 他可能是時間久了記憶的扭曲 跟一些遺忘掺雜其他素材 才這樣 那至於我剛才第二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夢境預警研究室 他總共蒐集了幾千個案件 不過很可惜的就是說 如果你先報告夢境 然後再驗證事情會不會發生 他的準確度是幾乎是0 所以其實在醫學上或者科學上 其實夢境的預測性 其實是並不很高 那所以我講這個是要告訴大家說 事實上如果你夢境也中樂透 也許你就會心一笑啦 你夢境不好的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也不見會發生 不過當然其實有時候夢境 是真的會實現的啦 這個夢的內容有沒有隱藏一個 那個什麼健康的危機之類的 應該是說有統計過 我們有在臨床上就是統計一些病人 然後他們有一些疾病 然後他們在這個疾病確診之前 他們曾經反覆做某一個很類似的夢 就是有這種肝膽結識 或者是肝發炎或過勞的人 他在這個疾病快要產生之前 其實曾經有過就是 夢到海嘯 對 他發現一個大海嘯 然後他還是夢到南亞大海嘯 不過有可能是就是剛好真的發生 南亞大海嘯前後 這是期刊上面寫的 然後他發現自己被大海浪淹沒 因為他事實上是沒有 他也沒有去那個地方 可是後來發現他有膽結石 比方說你在夢裡覺得被追趕 然後可能跑不動 然後叫不出來 覺得心臟碰碰跳 結果事實上 你可能是真的有這個心臟 冠狀動脈缺血的現象 對 他可能很輕微 但是你在夢裡就感受到這種感覺 或者是你在夢裡 就是碰到很可怕的人 然後一直為你吃一些腐敗的食物 覺得很害怕 所以現實上有可能是你腸胃 真的正在不舒服 然後你就做了這樣的夢 威食道逆流 威食道逆流 對 然後或者是你覺得 一直有人要追趕你 把你喉嚨掐住 其實是你的這個 氣管過敏 咳嗽 有點呼吸困難的感覺 對 那最後就是說 有人做夢夢到被踢腳 或者被捅一刀 腰盆不舒服 但是那種感覺 立立在目醒來 還覺得腰怎麼這麼痛 他就給腎結石發作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就說明了 其實你身體的病痛 外界的刺激 其實就會變成夢境的素材 對 那睡姿跟夢的好壞 有沒有關聯性呢 其實有統計喔 就是在統計上面 我們會發現說 不同睡姿的人 他們做的夢的傾向 會不太一樣 就是多數的人 其實都是側睡嘛 那會看到說 如果你是陽躺睡覺的人啊 你會比較不容易 記起來你做了什麼夢 大字形象就對了 對 就是陽躺睡的 你會不太記得 你做了什麼夢 然後統計裡面呢 如果你是習慣左側睡的人 你會比較容易做惡夢 就會做到比較多 壓心臟 對 壓心臟這邊 然後他可能做的夢裡面是 有一些可能比較負面情緒類型的 比方說有一些恐懼 有一些擔憂 有一些追趕 有一些屠殺什麼等等 就是有一些比較負面類型的 然後如果你是右側睡的人 你做的夢裡面呢 它會比較平靜 比較愉悅 那它這個統計呢 是在就是 其實有好幾次 然後有那種大型統計 是針對兩千個人去做 那它主要是 你睡醒的時候 不是你睡覺的時候 是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然後你的身體 是往左邊還是往右邊 然後做出這樣子的一個統計 那如果是趴睡的人 有一些是趴睡的人 就是整個就是大字形趴睡 或者是你的頭是往下的 這種趴睡的人呢 他會比較多做到的夢啊 是跟被困住有關 可能你被囚禁 或者你被關起來 監獄啊 或者是你可能掉到山洞裡面啊 就是那種被囚禁 那他們發現說 應該是因為你在趴著的時候 你手不太能動 所以你就是會在潛意識裡面 你是被困住的 那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啊 是如果你是把臉蒙住 你把頭埋在你的枕頭裡面 或者你把你的被子 整個蓋住你的臉 就是被困住 你會比較多夢到跟性有關 性 對 性 這樣就可以夢到性有關的 有有有 老師很想要 對 蔡老師 真的 我故意要了 所以重點就很重要 彭醫師 要做好夢 睡好覺 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睡眠分很多種類型啊 如果我們睡不好 它也分很多種類型 有的是睡不著 他睡不著就是說 他一直翻一直翻 像監獄這樣 超過三十分鐘還在翻的 臨場上最常見叫做 陰虛火旺型 陰虛火旺就是說 你常常覺得口乾舌燥 那種像有時候喝酒後 會覺得整個身體很燥熱 火很旺 可是是虛火 你不能一補嘴巴 又會破掉的 這個時候建議可以吃點 酸棗仁雞湯 酸棗是什麼 對 酸棗仁是一個中藥材 在中藥裡面是個 鎮靜安神的藥材 然後它配雞湯的話 可以改善這種陰虛火旺 這種不好睡 那穴位的話 這個力退穴是在這個 我們腳 第二個指頭的這個內外側 就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腳指頭 中指 我們要做中指的中間 第二指 第二指靠中指的這個指甲側 對 左右腳各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常常 掐自己的這個腳指頭的這個位置 自己指甲那一間 自己掐嗎 指甲 對 自己掐就可以 朋友可以幫我們掐 我們可以 自己掐到這間藥材 髒東西拿開 有複人子 這麼靈活 對 我怕太冷了 我讓我熱一下 繼續 對不起 如果不好找的話 就是記得是第二個腳指 兩側的指甲 把它掐一掐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睡著是睡著 可是它半夜很容易醒 它醒來是說 還超過兩次 而且整個加起來時間 超過半個小時以上 所以這種就是屬於心皮兩虛 就是它的心臟的功能不好 然後腸胃功能也不好 這時候我們建議吃點 當歸山藥湯 可以改善這種 容易醒的狀況 那這個 靴位就是在大拇指 兩側一樣這樣子 掐它就可以了 手的這樣 還是腳的大拇指 腳的大拇指 其實我們都會是推薦腳的 因為腳 它是身體所有的一些髒物 都是往下排出去的 有點像是大樓的排水孔 所以其實就透過睡前泡腳 整個腳這樣泡 也是會有效果的 那第三個潛眠就是說 你睡醒都覺得還是很累 好像都還沒睡 而且它的品質真的是不夠 就是潛眠了是不是 對 所謂就是剛剛講 什麼快速動眼期 你沒有到那麼深的 這個睡眠周期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在潛眠的 前面三個階段 這個時候一般叫做 談熱內擾 就是說你身體有一些熱 一直都沒有辦法散出去 所以你的陰陽不協調的意思 這個時候吃一點 無味子 陳皮茶 也是健皮 然後化痰的東西 然後陽靈犬是 我們脾胃的一個穴道 在我們的這個膝蓋外側 有一個肥骨的這個頭 對 大家應該可以摸得到 因為膝蓋外面就是 筋骨跟肥骨的頭 下面這個小凹窩 就是我們的這個陽靈犬的穴位 哇 有感覺的話可以多 很痛耶 這個用力壓是痛的 很舒服 好痛喔 它很痛 所以如果老是覺得潛眠睡不好 你在睡前就壓一壓這個位置 泡泡腳可以改善這個品質 或者是早醒 我就是都很早睡 可是每次到了半夜三點 我就醒過來 然後甚至有就寫一本書 什麼誰誰誰叫醒了我 每天三點都一直醒過來 這一種的 就是比平常應該要醒的時間 還要提早半個小時以上這種的 其實中醫認為是你的心膽氣虛 就是你的膽筋的氣不夠 沒有辦法睡得很長 所以他一直醒 這個時候補充這個百合蓮子 這類的食材 可以幫助緩和 這一類的心膽氣虛的症狀 那為什麼介紹風池 風池我們都知道 一般去洗頭髮 後面頸部兩側 男生這個髮際的位置 就是所謂的風池穴 最後就是說你睡不長 你就會一直斷序 如果說加起來 就是沒有辦法到六個小時 你睡一睡就停 睡一睡就停 心腎不曉得剛剛講的 心的火沒有辦法去燃燒 我們這個腎的水 所以它變成整個身體 上半身一直很熱 甚至會有這個上半身一直流汗 背流汗臉流汗 可是下半身很冰冷這種狀況 記得多吃一點珍珠 珍珠類的黑豆粥 然後按一下少海穴 少海穴在我們的這個內側的手腕 我們彎的時候 會有一個凹陷醋 然後把它捏下去 會覺得非常的痠痛 有喔 有 少海穴 是我們一個很大的需要 非常好找 效果也非常的好 介紹給大家 是不是按下去要有痛才有效對不對 大概一定會有痛 大概按多久 一定會痛 按三 就這樣 那就不是睡覺了 對 反正會是啞啞啞啞 就是按三到五秒就要放開 然後 對 可以一邊動著手一邊按 然後在睡前 會覺得睡得比較久 對 好 這個是終於角度幫大家睡好覺做好夢 來 陳醫師 吸有沒有什麼方法幫大家 因為我想講這個之前 看眠藥 當然這是很快速 可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不過我想講這個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謂做夢的生理上的意義 基本上做夢是 就是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截取 然後做為學習記憶的素材 所以我要先講 其實不管好夢壞夢 其實都是好夢 因為那是代表大腦在正常的運作 正面思考 對不對 事實上是這樣 那至於說怎麼樣做會比較健康呢 對 事實上其實醫學上也有所謂 教 就是 其實我們是可以控制我們的夢境 夢境可以控制 那我們簡單講 就是說他可以透過自我暗示的內容 來改變你的夢境內容 就是說 那他有幾點簡單的做法 就是第一個 你要在白天一直問自己 我是處於清醒狀態 還是睡眠狀態 讓自己對清醒跟睡眠 這件事情比較有清楚的定義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晚上睡覺 如果半夜中途醒來 你就要告訴自己說 我等一下睡覺 我想做什麼夢 我要保持在夢裡面愉快 清醒等等 然後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再下個夢 因為你夢前的暗示 而做你要的夢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睡前自我暗示 先做一些可以簡單操控的夢 像飛翔 這個是很簡單 你可以在睡前告訴自己說 我等一下要騰空飛起來 而且要保持清醒 讓自己心情愉快 然後學習睡前控制自己的夢 然後第四個就是說 當然你在可以控制簡單夢之後 你可以編織比較複雜的夢 那這用在哪裡呢 因為很多人在 就是他會反覆的做一些緊張焦慮的夢 譬如被人家追趕 他可能可以在夢境控制說 我不會怕那個人 我可以轉身來跟他講 你為什麼追趕我等等 還是手上抱一隻讓人家幫你睡著 對 所以其實我們當然可以透過控制夢境 來讓我們所謂覺得不好的夢 變成好夢 那當然醫學上 我剛才也提到說 醫學上最確確的證據就是說 你的生活壓力或者情緒 其實是跟你的夢境最有關 也就是說 你的情緒的安穩 會讓你睡得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生活中有壓力 其實你要去釐清 把這個壓力解決 它可能可以解決你潛在一些 包括焦慮症或憂鬱症的疾病 你這些疾病減輕之後 你的夢或者是你的睡眠品質 跟著就會比較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保持就是 生活的穩定性 你日夜節奏越好 它大腦功能就會越正常 你不要一下熬夜 一下早睡等等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生活的預期性要高 那這跟第二個理由差不多 你整個生活長期而言 預期性高 你情緒會比較穩定 如果今天有一餐沒一餐 那你心情就會比較不好 就會比較容易作夢 所以簡單講在精神科醫師的建議 就是說 你要解決你生活的壓力問題 然後讓自己情緒 處在比較愉悅的狀態之下 你就不要讓你做好夢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想一下 晚上要敷什麼夢 對 對不對 我來敷傑西卡艾巴 敷傑西卡艾巴 就你成功 謝謝 已經有主題了是不是 沒有 想好了 那或者是不是要先排除一下壓力 忘記心煩的事 可以在睡前做什麼運動呢 我們睡前要做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屬於就是比較 比較溫和一點的 那有一個動作 其實大家可以用來做 紓壓的這個效果 要站起來做 對 站起來做 我們要做這個動作 它是屬於比較全身性的動作 睡到後腿 因為我們就睡覺 如果沒睡好 很多時候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睡得很安穩 那我們要做的時候 我們先把腳 佔一個大字形 其實就是腳張開 然後接著呢 我們把身體慢慢往下彎 慢慢往下彎 彎到底 手會碰到 太僵硬了 好 如果手碰不到 腳再往外開 手碰不到 腳再往外開 就是往外開 開到手可以碰得到的狀態 我抖 那你叫抖 再打開一點 我抖 我抖 真的我抖 現在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手要放到地 我可能要劈腿才有辦法 你有這麼硬 我超硬的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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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一點 好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腰這邊要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停住了之後呢 我們腳 用腳的力量 往內走一點點 往內悬一點點 手一樣是放著 我覺得他們現在頭滴滴 也看不到我們厲害 對 我們先叫聲 對 然後再往內轉 再往內轉 手一樣是放著 然後我們再慢慢身體往上傾起來 就這樣的動作 這樣真的會好睡嗎 累了 牠就是讓你累 目的主要是讓你後面後背這邊 然後到脖子 我們覺得脖子是垂下來的 可是我起來之後 反而頭腦變清醒了 真的嗎 因為有一點充血的感覺對不對 對啊 可以看DVD了 喂 我們要做的時候 其實在做的那個方向來講 我們要放比較大 因為如果你的身體柔軟度 不夠那麼好的話 或者你沒有碰到地板 也沒有關係 不是不好是沒有柔軟度 對 因為柔軟度它是 其實對睡眠還滿重要的 就是要你能夠 盡量伸展 對 能夠讓你整個放鬆的 這個狀態 所以泡澡 睡前泡澡最好 睡前泡澡也是OK 其實我目的好像是相同的對不對 你把那個背後的筋 整個部分把它拉開 對 鬆開睡覺就比較好睡 所以這樣的動作就可以了嗎 還是 對 我們這個動作就是 從腳然後到腰 然後到上背 你整個是拉開的狀態 對 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要試試嗎 超不好幾次嗎 對 我們基本上做八次到十次左右 那應該累了 想睡了 差不多 也拉得夠了嘛 對不對 來 謝謝 謝謝黃醫師 好 所以呢 現在大家很多人呢 可能都為了這個多夢 做夢 困擾不已 但是其實 我們所有的狀態就是告訴大家 就正面來看待 正面思考 愉悅很重要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希望有個好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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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